終於到花蓮了 我們在行程呢應該就是先去民宿放包包 然後再去領我們的腳踏車 再去會長報到 因為今天下午好像要去領一些號碼布什麼 我沒有參加過體驗比賽 所以我也不知道報到的行程 因為以往路跑賽其實都是直接寄來加力 然後這次我帶了得力助手 以為他來幫我當攝影師 所以這幾天你們看到的影片應該都有他幫我拍攝 坐超久了車終於到了 游泳用防寒衣然後夾車用卡鞋 我游泳用防寒衣跟卡鞋 就是為了不要被他拉太遠 結果4%就搞定了 4%不是 有那個犯規嫌疑喔 4%就搞定 4%不是被禁止嗎 偷吃盡料 剛剛偷吃盡料 他是一個大破節 他是一個大破節在吃的東西 靜耀拿出來看一下 靜耀 叫做什麼 鞋子也拿出來 大補什麼天丸 天丸 天丸補星單 靠肥裡面是 大破節吃那個L什麼鞍酸 我不知道 他不是有吃什麼L什麼鞍酸 就這個就對了 透明的 來兩顆啦 這是幹嘛的 怎麼還有這個藥是什麼 天丸補星單透明的喔 哈哈哈哈 我們等一下先去民宿房間 大家來看一下我們今天住的房間 哇塞 四人房 海景套房欸 兩個大床 還蠻大的 所以我今天的室友 就在這邊給你們看一下 攝影師 水下攝影師 路上攝影師 還有我的對手 我的對手在那裡 去會場吧 GOGO 我們已經到了美輪田徑場 可是我第一次來的美輪田徑場 好像沒有來過 然後最近剛好花蓮 又有全中間有比賽 但沒有來看 有點可惜 應該不是在這邊比賽 這裡好漂亮喔 你看 超級美的欸 欸這個 這這邊練田徑也太 太舒服了吧 外面就是好 我跟你講 有一個更不激烈的東西 怎麼樣 那是我們裡面的攤 你裡面會爆炸 還好我還沒拿到 我等一下不拿這個 拜拜 拜拜 耶 我們到了 我們現在先前往會場看一下 大家可以淋一些物資或什麼 其實我沒參加過這種PM比賽 所以我就知道 我們要去報到標鐵組 報到完成 送這台 好 你明天是要三小時 目標就是 沒有離他太遠 哈哈哈哈 你現在很厲害耶 沒有 他更厲害 他不用練就這麼厲害 好不好 幫我了 加油 YA 報到完成了 我們來看一下 現場有什麼攤位好 其實還蠻多的 蠻多腳踏車品牌 你看 捷安特 還有我的贊助商 不是我的贊助商 這是借我們車的 這是BM 超好看的車子 這是光榮海洋生技 也有贊助我們 接下來要去參加這場 HOTO COATS的接力賽 就是他們 YA 報到完成了 希望明天我們兩個都可以 站上這個台 好不好 出台來了 1091梁哲瑞 I'm ready 1090李漢軒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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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我們已經報到完畢了 這就是會場 超級帥 然後物資也準備很好了 待會我們應該就是 去我們計車的地方 拿一下我們腳踏車 然後 開始貼標 然後把我們這些 該貼的啊 黏在身上或黏在車上 趕快黏一黏 有點緊張 而且今天 在花蓮的天氣啊 其實是蠻硬的 你們看外面 然後 而且風很大 所以聽說 有海流 所以有點緊張 待會我們就 去貼車標 我們要去轉換區 看一下我們明天要轉換的位置 剛領到車 感覺很棒 可以衝刺 一定要這樣躲著 躲在表面後面 不然風太大了 但聽說不能跟車耶 有點可怕 還好我沒有裝反輪耶 這風超大的 側風超大 直接被吹爆 我們已經來到轉換區了 你看這裡 游泳的比賽場地 現在風蠻大的耶 其實那個浪看起來有點可怕 而且聽說有流 然後這邊就是轉換區 所以明天 跑進來 就這裡 換完腳踏車 然後從這裡出發 跑出去 有點可怕 耶 我就是1091啦 所以我們應該游泳泳上來 到這邊 然後趕快就拿車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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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回去 裝車貼 用帽子 整理一下裝備 GO GO YA 回來了 我們來 看一下 看這次的選手物質 有什麼東西吧 這袋好像全部都是送的耶 就有個內胎啊 補給品 這個是 什麼 乳化頭液 還什麼液 超賣 好 最重要的 號碼貼 號碼布 這個到時候 要別在我的 那個 應該是那個 背帶上吧 腰帶上 因為跑步的時候 才需要帶它 1091號 我們再來看一下 看它是什麼 泳帽 泳帽 哇 超級多的貼紙 各式各樣的 有安全帽 中間左邊 打氣筒 衣物袋 車貼 超多種 還有這個 這是要放在那個 手臂上的那個號碼貼 因為游泳的時候 看不懂你是誰 所以它就用這個 紋身貼紙 然後 回紋針 還有一件 比賽衣服 OK 大概就這些 我們今天去會場 還有貼那個問卷 然後送了一個水 還蠻不錯的 那我們就來把 我們的這些 貼紙都 用上車吧 GO 好我們先來 貼這個 安全帽好了 安全帽貼 它還有寫 安全帽貼 中 所以這應該是 戴上去的時候貼在中間 所以應該會在這裡 把它貼上去 這樣有自衝嗎 這樣子 1091 再來是安全帽的左邊 安全帽左 這好像以前在玩玩具的時候有沒有 你要把自己把那個貼紙全部都貼上去 那種感覺還蠻好玩的 1091 好 所以貼起來 戴起來就像這樣 正面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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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氣筒沒有就不用放 然後 車貼 車貼好像是要貼在 座管 好像是貼在座管 應該是這吧 好緊張喔 沒貼過耶 這隻貼在裡面 這隻貼在那裡 還要貼在那裡 再貼在那裡 一隻貼在那裡 是貼在那裡 OK 沒關係 沒問題 接下來 裝GoPro 讓你們看一下 明天我在賽道中的臉會長什麼樣 GOPRO放這 然後 GOPRO 7 終於好了 你看我到時候腳踏車上 有兩個視角 一個是從這裡拍出去的畫面 一個是我在車上的時候 然後這台GOPRO 7就能拍到我自己臉上 然後在路上 還有這一台 就是你們 以為會幫我拍照 所以 到時候應該會有一些畫面是可以拍到我腳踏車拍出去跟照自己 希望這視角OK啦 我這搞超久了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整理一下 所有明天的裝備吧 順便 拍個裝備開箱 下車 OK 我們介紹我的裝備 這個呢 就是防寒衣 明天呢 就是要穿著防寒衣 下去游 因為這幾天其實 花力還蠻冷的 而且我們今天去的水位好像只有26還25度 蠻冷的 所以明天防寒衣 油帽 花勁 然後上岸之後呢 接下來第二箱是腳踏車 所以 我就衝衝衝到腳踏車的地方 然後趕快 拿起安全帽 戴起來 扣起來 所以我們今天 安全帽應該會這樣放 倒下來 GO 然後衝出去 安全帽 還有卡鞋 卡鞋 但因為 我是那個 菜鳥 所以我不敢穿在上面 然後 邊騎邊衝 我覺得太可怕了 所以我卡鞋應該會 就是這樣轉上去游泳起來 套完腳 然後之後穿著卡鞋 衝去前車 然後推出去 上車直接上卡 我覺得這樣比較保守 接下來呢 腳踏車回來 就換到路跑 那這戰服當然是一直穿著 就是我的3.1 所以我回來路跑的時候 只需要把我的號碼帶 解開 扣上 然後帽子 戴起來 接下來戴眼鏡一樣會在臉上 就可以觸發去跑 最後一下 就是跑步的部分 OK這以上大概就是我的 鐵人3項裝備開箱 所以 今天已經清點完一次之後 腦中已經異象訓練 明天 該怎麼樣完成 接下來就是帥氣盡重點 所以我們就把這些裝備收一收 然後 準備睡覺 超累的